今天呢对很多青年来说 为求职买房买车而奔忙成为生活常态 但是哪怕在现实的重重压力下 梦想的火种从来就不曾熄灭 前段时间我们推出的绝对忠诚的报道 就是在告诉人们 当有人说青春 他怎么可能不在现场盯着呢 要不你再过去看看 我想这唯一的人选一定就是你 我们一个名额就是你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电视新闻台 欢迎回到整点新闻 我是陈姿力 一直以来 这个台湾的毕业 告诉你什么叫杜大能容 很有杜亮 对不对 所以你好认真哦 这个将来就可以作为 对不对 出现状况 后来他六个月的时候 又帮他们拍了一本这样子的东西 到我们家里头来拍 庆明专业摄影师来拍 走劳财害得我丢管把持 这个卖管的钱让他来出 走 而李克强这次访问 另一个焦点 就是夫人陈宏第一次随行 陈宏任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外语系英语教授 也是美国自然文学专家 为人亲切低调 分析认为 有助加强李克强的软实力 岳冠军比赛六组 所有国内外全部非常厉害的 国标好手 齐聚一堂 要在这个舞台上 进行三回合的积分赛 是的 这次比较不一样的是 在六组选手里面 只有积分最高的前两名 有没有人要帮他们补充 如果狭义的知识来说 他并不能改变命运 甚至不能给你更多 所以我们不要 一味地提倡知识改变命运 以至于给了 真的很多寒门学子 甚至是偏远农村的孩子 一个高不可攀的 一个试图一跃 鲤月龙们一下子就 我们一起聚集结合 我们一起聚集结合 在住宅院里面 你会有座位 去扩充 座位 座位 去扩充 马列 其实我挺怀念 我们念书的时候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确实挺对不起向阳的 真氧气 良心发现了 还是有谁又要倒霉了吧